如果把暴力女小粉的出场捣放 我的妈呀 我竟然发现了一个大秘密 小伙伴们 我们正常看这个视频 小黑和小黄在玩这玩具 小粉一个人坐在沙发上 主人看到了坐在沙发上的小粉 以为她没有玩具 无聊 于是啊 主人买了一个大大的快递盲盒香送给小粉 淡宰的主人本来以为小粉作为一个女生 会喜欢女生喜欢的可爱玩具 谁知小粉竟然在玩具中选择了一个 加特林机关枪 小黄小黑直接吓猛逼了 即使是睡觉的时候 小黑和小黄都发现小粉竟然抱着机关枪睡觉 如果我们把这个视频道放 伙伴们 你们发现了吗 快看呀 由于小粉是一个女汉子 天天抱着机关枪 小黑和小黄都表示非常的害怕 对对对 即使淡宰的主人也很害怕小粉 害怕小粉突然间伤害大家 于是淡宰的主人想到了一个方法 他决定用粉红色的玩具交换他的机关枪 并且啊 他在小粉不注意的时候 偷偷把机关枪装进了快递箱 准备随机给他发走 由于小粉的机关枪丢失了 于是啊 他非常的无助伤心 由于没有机关枪的存在 小粉慢慢的又变成了一个非常文静的可爱女蛋 难道官方想告诉我们 小粉要被文静了吗 哦 哦 小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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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